我是吴若全 当我们难过的时候 多半会听见有人安慰说 别再伤心了 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 应该要如何好好的来处理伤心 在感情破碎的时候 我们甚至以为连伤心 都是自己不该犯的错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的权利 但是也同样都有处理伤心的义务 否则伤心就永远只是伤心 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疗愈 化为给自己心灵成长的祝福 宽恕是疗愈的开始 而其中真正的关键 就是我们能不能回到生命当时的现场 像看DVD那样重新倒转回到相遇的最初 同理对方的心情 看清楚自己的处境 唯有客观的理解 温柔的谅解 才能够跟往事和解 宽恕是很美的字词 宽指的是因为锻炼出来接纳的度量 而让负面的情绪变得微不足道 恕代表同理对方心态或动机之后 而愿意选择原谅 懂得宽恕将会让我们学会 停止怨恨对方 不再责怪自己 先学会宽恕 接下来进行疗愈的过程 才有可能帮助我们 把伤心的功课做完 所有的痛苦 才会真正的了结 宽恕是疗愈的开始 宽恕也将会是悲伤的终点 但愿宽恕是疗愈的开始 这本书是对你最深情温暖的陪伴 也是帮助你敞开心灵的钥匙 今天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